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不加独自闭 也胡思乱想 那么8月16时期18三天 这是我三天的游学广告 我有三场在山东青岛和威海的游学 16时期号呢 咱在青岛 去青岛山炮台和这个一战遗址博物馆 那么18号 咱们去康 不是 那个16号是去 怎么说的 16号是去青岛山炮台和一战遗址博物馆 17号去康有为故居和德国总督官邸 这都是关于青岛啊 遗址呢 他的历史 还有一些中国的近代史 北洋军法史 这里边都有涉及 那么18号一整天呢 咱们在威海刘公岛 甲午战争纪念馆 定远舰 海军衙门 什么英族威海博物馆 这些地儿咱们都会去啊 这就是我最擅长的近代海军环节了 各位呢 注意时间 16号下午 17号上午 18号全天 那么欢迎各位到时候报名捧场 我在这儿先谢谢各位了 那行了 咱们说正题 今天聊一个和奥运会有关的内容啊 说起这奥运会的看点呢 各位可能看的也不多吧 也就是个看个短跑 看个篮球 看个美国梦之队怎么夺冠呢 然后像一些人有什么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啊 可能还会贯注一下艺术体操啊 哪个运动员长得漂亮 你至于说跳水啊 举重啊 包括乒乓球好像 好像应该是就是真正说看体育的人 应该是没有没有多关注吧 那么 另外呢就是说奥运会的足球赛 关注度也不多 他没有大盘球星 你说2021年奥运会 有哪位球星 就是东京奥运会上啊 有哪位球星参加了 我猜各位应该是都打不上来吧 应该都打不上来吧 可能是西班牙队里边有个佩德里 啊 他后来还行 别人还有吗 啊 那么2016年呢 倒是有球星啊 有内玛尔 别人还有谁 不太知道吧 然后2008年 有梅西啊 有里克尔梅 有小罗 这个差不多是历史上 大盘最多的一届了 这个奥运会足球赛了 那么为什么说世界杯 为什么世界杯那么火热 然后这奥运会足球赛 无人问津呢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 就是影响一个赛事的国际地位啊 他主要是出于三大要素 用来评判 一个是他的底蕴 一个是他的商业价值 还有一个是在圈子内部的认可度 那么奥运会肯定是没有 肯定是不缺底蕴的 对吧 国际奥运会成立在1894年 第一届奥运会1896年 然后这届奥运会 男子足球就已经成了表演项目 已经成了表演项目 就跟那个太极似的啊 那么过了四年之后 男子足球赛巴黎奥运会上 就成了正式的比赛项目 又过了四年 就1904年了 这国际足联才宣告成立啊 那至于说首届世界杯举办1930年的事了 对吧 那个时候奥运会已经是一个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国际赛事了 那时至今日 你看奥运会 有四世界三大赛事吗 那还是奥运会 世界杯 还有这F1方程式呢 可以说论比喻啊 这奥运会跟世界杯比 你不能说是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反正最起码是他是不输世界杯的 对吧 那为什么说奥运会啊 和这个他没利用自己这种先发制人的优势 还有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力 他把奥运男足打造成一个能和世界杯比肩的顶级赛事呢 他他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那这个就得和奥运会的规则讲起了 早期奥运会 他不允许职业球员参赛 因为国际奥运会就认为说 你让这些就是吃这碗饭的 哎 就是咱拿这种自个兴趣爱好去挑战他的职业 那肯 肯定会输得很惨嘛 所以呢 我是一个体育爱好者 他是吃这碗饭的 那我跟他比的话 我肯定总得输 我输多了的话 我就没有参与比赛的这种性质了 所以国际奥运会就认为说 让这种职业的运动员参赛 这有违奥林匹克精神 也有损比赛的公正性 那么像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 就有一个田径选手 美国有一个田径选手 他去拿什么那个 就是拿什么呀 是铁人三项啊 还是什么的冠军啊 但是奥运会结束之后不久 他那金牌就被收回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曾经他曾经加盟过棒球联赛的球队 签过约人是职业球员 就你打职业的 你跟人业余的争 说实话 你这人臭不要脸 所以就可想而知 在这种严苛的规则之下 那些有较高水准的职业运动员 他很容易的就被挡在了奥林匹克的大门之外 那好在是当时啊 绝大多数运动 他的职业化程度很低 什么篮球排球啊 你就算是是那个让业余的参加啊 禁止职业参加 这也不构成什么影响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职业联赛啊 你我能拿过这些顶尖的球员 他们自己也是业余的啊 就是因此就是他没有啊 当时的这个规定的没有对这个赛事产生多大影响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体育运动的职业化 对吧 他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把职业运动员拒之门外 那么奥运会的影响力势必就会 受到很大的损害 所以他对这种业余运动员的门槛啊 是一降再降啊 放的非常松 最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彻底取消了这种对职业运动员的参赛限制 但是此时呢八十年代了 国际足联从1904年成立 经过了八十多年的苦心经营 早已羽翼丰满了 世界杯也成了一个唯一能与奥运会相提并论的赛事了 甚至说有风头盖过奥运会的趋势了 以前是你国际奥委会加的大 你瞧不上职业球员 但是现在我自个加大加大 我不需要抱你大腿了 你现在又过来分我家产 凭什么呀 我不答应 所以就是在制定奥运会男足参赛规则的这个问题上 国际足联和国际奥运会就展开了这种长时间的撤臂 什么就是不允许那种参加过世界杯国际赛事的球员参赛 不允许这个什么 然后到后来又放松一点要求 就是不允许欧美两大洲参加过世界杯的球员参赛 就导致说奥运会男足的赛事就非常尴尬 因为顶尖的运动员全去参加世界杯了 全去参加欧洲杯了 你说你不让我去参赛的话 那你剩下的都是什么人呢 这人我认识都不认识 我还看的什么劲呢 就是这个一直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 两个机构才达成一个妥协 奥运会男足的参赛年龄被限制在23岁以下 但是23岁实在是太年轻了 你除了梅西和斯基罗 其他球员23岁的时候 你别说举世文明什么争夺金球奖了 你能在正常在队里边踢上首发 这就算是天赋异禀了 这就算是很很勤奋很努力的人了 就很优秀的球员了 对吧 所以对于这个限制呢 奥委会不满意 那么到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 国际足联又做出了一个让步 就是允许美支球队有三个超龄球员参赛 那从此呢 奥运会男足就正式的成为了一场青年足球赛事 他呢不被承认 就是不被国际足联承认是什么国际A级赛事 他也没法为国家队赢得击分 所以哪怕是高水平的球员 我自愿去为国争光 这俱乐部也有底气不放行 对吧 那你其他的什么球员说我去踢欧洲威去 我去踢美洲威去 俱乐部说不放人 那这肯定会会招来口诛笔拔 但是这个呢 你那你跟你跟你跟卫国争光也没关系 啊 你这比赛也不被国际所承认 所以呢 我不放就不放没能怎么着 那08年的时候 梅西不就因为参加奥运会 然后他和巴塞罗那还闹得不太愉快吗 对吧 那奥运会的商业价值 他更没法和世界为比了 啊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奥运会男足赛事 你怎么可能说争得过世界杯呢 啊 那既然说 呃 奥运会足球赛啊 他地位不高 他也不能代表 他也不能代表那种顶级水平 所以强队就不太在意奥运会的成绩 说是打酱油也不为过 比如说一二年奥运会 伦敦奥运会 西班牙 那年夏天刚刚赢了欧洲杯 然后回头就派了一堆 就没听过什么名的毛孩子参加奥运会去了 结果连小组都没出现 啊 那场比赛 在日本一比零西班牙 我还看过啊 然后后来那几场我就没看过了 日本一比零那场我看过 当时我正在天津玩了啊 就在那个天津法租界 张学良故居附近 我在那宾馆住酒店 然后就就看了这场比赛 到现在记忆犹新啊 那么 强队对他不感兴趣 反而是一些二三流的球队 会在奥运会上表现的很突出 球员呢 能够获得球探的眼光 球队也能爆个光 比如说 非洲一些球队 像看外龙 他拿到了2000年的金牌 西尼奥运会的金牌 然后队里边的这个 艾福奥成了国际巨星 尼日利亚赢了96年的金牌 那当家球星是卡努啊 包括啊 比利时啊 本世纪初一直是欧洲弱旅吧 后来一军突起 那么 呃 就是现在 后来 比利时国家队里边的主力 那不少都是从这个北京奥运会里边出来的 什么恐怕你啊 费尔玛伦 维尔同亨 费来尼 这些人 这些人都是踢过北京奥运会的啊 那么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 内马尔 他就参加了巴西古奥嘛 但是他就没去踢这个美洲杯 就是国际组联当时是有这么有这么个规定 就是说俩比赛啊 你要说和国际赛是冲突的吧 俩比赛你就只能参加一个 我估计当时这个巴西族协 他就跟那个内马尔说了 是吧 小马啊 这届美洲杯干脆你别踢了 反正你看美洲杯咱没少拿 但是唯独这奥运会金牌 这是个空白 小罗来了都不熬使啊 那小罗08年 这是准备去拿金牌去了 结果还在那个北京奥运会上 让这个阿根廷啊 给踢了吗 踢了个0比3吗 啊 所以这个你看这国家利益优先 啊 你为我们领导去着想着想吗 所以内马尔就去 专门去参加了一家奥运会 参加完这家奥运会之后 他就确实是拿了这个冠军吧 啊 拿了这个冠军啊 那你看反观女卒呢 96年才进入奥运会 但是女卒她商业化 这种商业程度有限 利益纠葛也少 国际足联呢 国际奥运会啊 她就在这方面就非常慷慨 没有在年龄上做任何限制 然后还把这奥运会承认为国际A级赛事 有击分可拿 同时在奥运会这个平台 那奥运会这平台 可比那女女卒世界为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女卒世界杯可没有那么多观众啊 对吧 我特意去一趟啊 然后去看一场女卒世界杯的人 这可不多呀 但是奥运会不一样 你本着来都来了的原则 完全就能说 可以说 因为我这场比赛没事干 对吧 那个梅西那比赛我看完了 但是我现在还不想回去 我机票这是 后天我才才飞呢 明天我没事干 没事干怎么办呢 我顺带着去体育场 我看过女卒吧 反正这票也便宜 那这人一多的话 商业价值他不就有了吗 所以呢 奥运会女卒的影响力 就很快追上了女卒世界杯 成了全世界含金量最高的女卒赛事啊 就是说到底呢 奥运会世界杯的矛盾 它是历史问题 也是这个商业价值的问题 你看这足球领域上看 看你看啊 奥运会世界杯矛盾很大 但是篮球领域呢 它关系就没那么复杂了 你看NBA 是世界最高水平的 对吧 但是它是一个封闭独立的组织啊 它有自己的规则啊 它仅限于在北美这块能用啊 然后这个不算 那其他的就是说国际蓝联 国际蓝联 它在业内的地位 也不像这个国际组联那样 唯我独尊 所以呢 就是和这个国际奥委会呢 大概是国际蓝联和奥委会 大概是势均力敌啊 是可以互相依存的 那么 世锦赛和这个奥运会 金牌地位就是也差不多啊 但是你看这篮球和足球啊 它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啊 那行了 那关于这个奥运会 奥运会的足球比赛 它为什么不知乡 为什么没有世界杯那么有名 咱们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